小仙之阿摩斯 阿摩斯也是這樣 聽到神的呼召 阿摩斯是這樣的 聽到神的呼召 他本來是牧羊人 但是因為這個啟示 他搖身一變變成在山頂敲叫的獅子 但是因為這個啟示 他搖身一變變成山頂吼叫的獅子 跑到隔離他的鄰國 以色列和周邊的國家 宣布神的審判和警告 跑到他的鄰國 甚至周邊的國家 還有以色列發出審判的警告 並且為他們祷告 希望他們迴轉得著 並且為他們祷告 希望他們迴轉得著 是不是很像他們兩個 是啊 但是我今天 要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另一位小仙之 但是今天我在這邊要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位小仙之 他和阿摩斯是同一時期的仙之 他和阿摩斯是同一個時期的仙之 但是他做的決定 和阿摩斯或者和 Jasmin Michael完全相反 他就是約拿 他就是約拿 我們今天要來看約拿書 我們今天要來看約拿書 約拿書的憶卷書 在小仙之書裡面 和其他是很不同的 約拿書在小仙之書中 和其他是很不一樣的 其他小仙之書都會記錄 先知看到的異象或者神的預言 但是約拿書就好像一本故事書 但是約拿書很像一本故事書 記錄了約拿自己本身的經歷 記錄了約拿本身的經歷 更有趣的是約拿不聽話的 更特別的是約拿是不聽話的 很拼也很難搞的 他是很悲逆很難搞的 就是他這份難搞的 開啟了神去述說他的心意 就是這一份難搞呢 反而開啟了訴說了神的心意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看約拿書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約拿書 一起來看神的心 我們一起來看神的心 我今天的講題是天父的心 我們今天講題是天父的心 見到迪嘉依依來主崇佳 當然預備聽故事了 見到迪嘉依依在這裡 就要來聽故事了 所以我們一起來聽約拿的故事 我們一起來聽約拿的故事 這個就是約拿 這個就是約拿了 看到他的樣子就明白 他跟他的性格好似 看到他的樣子就知道他的性格了 他是亞米泰的兒子 他的名字的原文 是甲子 八甲的意思 他是亞米泰的兒子 他的名字原文的意思 是鴿子 白鴿 他身處的年代 是耶羅波安二世的時候 他身處的年代 是耶羅波安二世的時代 那時候在《獵王記》下 是怎樣記載的呢 當時在《獵王記》下是如何記載的呢 他們說他們那時候是 行爺和華眼中 行為惡的事的時代 他說當時他們是在行 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不單止《獵王記》下是這樣記載 連他同期的先知剛剛所說的阿摩斯 都曾經向這個時代發出過警告 不單是《獵王記》裡面這樣記載 就同時期的阿摩斯 阿摩斯先知也曾發出以下審判的信息 在阿摩斯書的六章裡面就說 你們以為降落的日子還遠 在衛上面進行強暴 在第六章第三節他說到 你們以為降落的日子還遠 坐在衛上進行強暴 耶和華萬軍之神說 以色列家我必興起一國來攻擊你們 他們必欺壓你從哈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 耶和華萬軍之神說 以色列家我必興起一國攻擊你們 他們必欺壓你們從哈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 大家看到其實以色列那時的光景是很差的 大家看到當時以色列的光景是很差的 神直言要透過一國來審判以色列 神直言要興起一國來審判以色列 這個國家是誰呢 這個國家是誰呢 我們看看當時的地圖 這個是當時的地圖 以色列其實已經分南北一分為二 當時以色列分南北一分為二 約拿所處就是以色列橙玉式的這個地方 約拿所在的就是橙色的這個地方 和亞蘭和亞術這兩個大國接壤 是和亞蘇和亞蘭這兩個大國接壤的 這兩個國成為以色列的極大的敵人 大家特別留意在北邊的亞蘇國 特別要留意北邊的亞蘇國 它在公元前九百年開始越來越壯大 甚至吞併亞蘭 它在公元前九百年開始壯大 甚至開始吞併亞蘭 亞蘇國是以殘暴文明的 亞蘇帝國是以殘暴文明的 它去到的地方但凡搭燭的都會燒爛所有的城市 它所有去到的地方都會把這些城市燒毀破壞 會殺害屠城 會殺害屠城 很殘暴的 甚至以色列橙這樣形容它們 是非常殘暴的 甚至於以色列是這樣形容它們 它將它們的首都尼尼尼尼城叫為血腥的獅子穴 它將亞蘇首都的尼尼尼尼尼城稱為血腥的獅子穴 是不是很恐怖啊亞蘇 是不是很恐怖啊亞蘇 約南很清楚自己以色列國得罪神 約南很清楚自己以色列國得罪了神 它也都很清楚亞蘇國就是神要用來審判以色列的 它也很清楚亞蘇國就是神要用來審判以色列的 它很愛國 它很想拯救以色列 它非常愛國很想拯救以色列 很想阻止這些審判不發生 很想阻止這些審判不要發生 但有一天約南突然聽到神的聲音 但是有一天約南突然聽到神的聲音 神跟約南說 神對約南說 你起離去 離離未大城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為他們的惡已經達到我的面前 你起來往您以為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 約南一聽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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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尼未成 尼尼未成 神你不是應該叫我去以色列呼喊的嗎 神不是應該叫我去以色列呼喊嗎 尼尼未成阿術的首都血腥的獅子穴 尼尼未成是亞蘇的首都 寫心的獅子穴 他在心裡面就翻騰 他的心裡面就開始翻騰 神啊如果我去到尼尼未成呼喊 他們萬一一個不小心回轉 你又射免他們不隨便他們 那以色列怎麼辦 如果我到尼尼未成裡面呼喊 那如果他們真的回轉了 神你不就赦免他了嗎 那我們以色列怎麼辦呢 是啊 尼尼未成不滅 阿術不滅 以色列就很危險的了 尼尼未成不滅亡 亞蘇不滅亡 以色列就很危險了 他心裡面又再翻騰 神啊不是馬 他們叫血腥的獅子穴 他的心裡面又翻騰 神啊不是吧 他們是血腥的獅子穴 這麼殘暴的國家 殺惡不赦 你還要去救他們 這麼殘惡的國家 十惡不赦 你還要救他們 屁 他們不配你的拯救啊神 他們不配啊 他們不配你的拯救啊 再何況 我就算去說 他們都不會悔改的 更何況 就算我去講 他們也未必會悔改的 經過這個心裡面的翻騰之後 經過這個心裡面的翻騰之後 約拿做了一個決定 約拿做了一個決定 我也都想問一下大家 你覺得約拿會做什麼決定呢 去 還是不去 我想問大家 你覺得約拿會做什麼決定 去還是不去 好 覺得約拿去的請舉手 覺得約拿會去的舉手 好 大家都有一點點 好 我們一起來看下去 我們一起來看下去 約拿決定躲避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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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這個命令我不接啊 這個工作我不想接啊 我走啊 我走了 所以約拿立刻抓住社員 走到約帕港 所以約拿立刻就走到另一邊 約帕港 一去到港口見到有一架船去塔斯 去到那裡呢 見到有一條船呢 要去塔斯 正啊 塔斯剛剛就在尼尼美的完全反方向 太好了 塔斯剛剛好就在尼尼圍城的完全相反方向 神你抓我不到的 神你是抓不到我的 立刻跳上船 他馬上就跳上了船 怎麼知道船開了沒來 誰知道呢 船開了沒有很久 狂風淡暴 狂風暴雨 大風到船都幾乎爛 風大到船就快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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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搖 吹爛 不要被吹爛 場上上面的水手都好害啊 個個都去求自己的神 怎麼了 怎麼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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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上的水手都很害怕 每個都在求告自己的神 怎麼辦 但約拿呢 但約拿呢 繼續發爛 繼續呢 就是 怎麼回事 發爛爛 就是 發脾氣 發脾氣 對 對啦 躲在船艙底睡覺 她就在船艙底下睡覺 有沒有看到她挺固執 有沒有看到她是這麼固執 直至所有人走來問她 喂 發生什麼事 一直到所有的人都跑來問她 到底發生什麼事 約拿才跟他們說 哦 是呀 我逃避神的嘛 約拿這時候才說 對啦 我逃避神了 大家說 不是嘛 這麼大件事 大家說 不是吧 這麼嚴重 就問約拿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於是就問約拿 怎麼辦啊 約拿說 OK 你把我丟到海 就停的了 我都知道了 你們追這個大風 都是因為我的 約拿就說 沒關係啦 就把我丟到海裡就沒事了 我知道這個大風都是因為我的關係 所以在大家本天都不太想的 但真的沒辦法 風浪越來越大 大家原來都不是很想的 但是沒辦法 風浪越來越大了 就抓住約拿 丟 撲 撲 掉了海了 所以就把約拿捉起來 丟 就丟到海裡了 對啦 海的風浪就這樣平息了 海裡面的風浪就這樣平息了 大家約拿很不聽話吧 大家發現約拿很不聽話 為什麼她要這麼堅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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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她要這麼固執呢 為什麼她要這麼固執呢 我們一起來看第一點 人的公義 天父的心 我們一起來看第一點 人的公義 天父的心 約拿聽到神的吩咐 約拿聽到神的吩咐 她堅決地躲避耶和華 她堅決地要躲避耶和華 在第一章裡面 記錄了三個躲避耶和華 在第一章裡面 記錄了三次躲避耶和華 說三次很重要 是不是 講三次是很重要的 她真的很鐵定要躲避的 她真的很鐵定要躲避的 大風阻止不了她 人圈都阻止不了她 大風阻止不到 人群也阻止不了 她很硬頸 她非常的固執 原因是因為約拿不明白天父的心 原因是因為約拿不明白天父的心 約拿的心和天父的心有落差 約拿的心和天父的心有落差的 天父的心在這裡 約拿的心在下面 天父的心在上面 約拿的心在下面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錯位呢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錯位呢 是因為約拿搞錯了一些東西 是因為約拿搞錯了一些事 她第一個搞錯的 第一個她搞錯的 站錯位 站錯了位置 她搞錯自己的身份 她搞錯了自己的身份 約拿是什麼人 我剛剛說 約拿是什麼樣的人 什麼身份 什麼身份啊 啊 大家很留心哦 大家非常留心哦 她是先知來的 她是先知來的 先知是神的伯仁 先知是神的仆人 她的作用應該好像她自己的名字 甲子一樣的 她的作用應該好像她的名字 鴿子一樣 將神的說話直接傳遞出去 將神的說話直接傳遞出去 讓人經歷神 認識神 甚至回轉改變 讓人去經歷神 認識神 甚至於改變生命 好像我們的先知服侍團隊一樣 好像我們的先知服侍團隊在前面這樣 但是約拿呢 但是約拿呢 她不是甲子 她不是鴿子 大家記得她內心那個 翻騰的法庭嗎 大家記得她內心翻騰的那個法庭 她在心裡面開了一場法庭判決 她在心裡面開了一場法庭判決 她將 潮水靈墜的大城的罪狀一一列出來 她將泥泥為城的罪狀一一列出來 變成法官 她自己變成法官 一錘拼下去就說 立立に大城 死有余辜 她就一錘敲下去說 潤泥為城 死有余辜 不值得救恩 月娜站在法官的位置 其实她就是站在分别善恶树当中 其实她就是站在分别善恶树当中 但我们的神呢 我们的神不是分别善恶树来的 我们的神不是分别善恶树来的 我们的神是生命树来的 我们的神是生命树来的 你发现站到完全离行离辣了 站的位置分别离很远的 对啊 神是生命树来的 神是生命树来的 祂在地上只有祂有资格审判 在地上只有祂有资格审判 但是我们的神的审判不是为定死罪 但我们的神的审判不是为了定死罪 我们的神的审判是让人知罪 我们的神的审判是为了让人知罪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回头了 然后可以回转 一回来神就赦免 当你回头神就赦免 这个是我们的神 这个才是我们的神 但是一个站在分别善恶树的药 不明白天父的心 但站在分别善恶树下的约拿 不明白神的心 所以当神要去做生命树 你去审判审判 让他们回来回转的时候 所以当神站在生命树 要来让他们回转的时候 约拿不行了 约拿逃避神 甚至跟神对着干 约拿觉得不行 所以她逃避神 甚至和神对着干 约拿就是这样站错位 约拿就是这样站错位置 自己判断 谁配得到救恩 自己判断 谁配得救恩 大家我们有没有时候 都有一点像约拿 大家有没有 有时候 自己都好像约拿一样 有些人点头 有些人就很茫然地望着我 有些人点头 但有些人好像很茫然 我们可能觉得 没有啊 我哪里像约拿 就是我很努力传福音的 你可能觉得 哪有 我哪里像约拿 我很努力传福音的 但是我们细心想 通常我们传福音给什么人呢 但是我们细心想一想 我们通常传福音给谁呢 我很欣赏Alan的动作 Alan现在在这边 真的想起来 他只眼睛在那边 一信主 立刻第一时间 传给家人 传给朋友 一信了主 我们立刻就传给家里人 还有身边的朋友 传给另一半 传给另一半 为他祷告 为他来祷告 出钱出力 请他吃饭 邀请他回来教会 出钱出力 邀请他吃饭 然后请他回来教会 但是 不可爱的呢 但是不可爱的呢 传不传呢 你传不传呢 我以下有几句的对话 你们看看 曾经有没有听过 或者你们自己心里面说过 以下有几句对话呢 你听一听 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 或者曾经这样说过 阿某某某 他好心眼的 某某某啊 他非常的固执的 不用叫他回教会的了 叫他回都不会信的 浪漫 不用叫他回教会了 叫了他也不会来的 浪费力气 又或者阿某某某啊 某某某啊 看他的样子都是想来认识女生的了 看他的样子都是想要来认识女生的 哎呀 叫他回教会啊 胡乱搞那怎么办啊 如果叫他来教会 他给我乱搞怎么办啊 都不是信的了 不要叫他了 都不是来信的 不要叫他了 甚至我都有听过 有人这样说的哦 甚至我都有听过这样说的哦 叶继欢 賊王信主 叶继欢 贼王信主 怎么搞错啊 他想减刑而已嘛 有没有搞错啊 他其实是想减刑的吧 怎么是真的信呢 啊 我们呢 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同工很热烈啊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 同工非常热烈 我们呢 有很多的反省啊 我们有很多的反省 我们第一时间就在说 是的 我们当然是信主的 邀请中意的人的啦 我们第一时间都觉得 是啊 邀请人性主 当然都选自己喜欢的了 难道叫那个黑人真的上司的吗 难道是叫那个讨人宴的上司吗 他一个星期五天都要对着他了 我一个礼拜已经五天都要对着他了 我还叫他回教会星期天都要见到他 我还叫他来教会 星期天还要见到他 是不是啊 还要叫他入我小组 不是吧 不是啊 我还要叫他入我小组不是吧 阿姨姆 Oh my god 哈哈哈 Oh my god 啊 又或者那个很烦很烦的亲戚 哎呀 另外那个很烦很烦的亲戚 我还要叫你 我还要叫他 我还以为我去天堂可以撇掉你 你现在上了主要去天堂 我还想说呢 去了天堂我就不用再见到你 我现在还叫你一起来天堂 大家有没有发现 咦 我们都试过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试过这样的 我们自己会自行决定 谁配得救恩 谁配得福音 我们自己会觉得 谁配得救恩 谁值得福音 谁值得得救 谁值得得救 但我们想深一层 配不配得 为什么是我们作主 不是神作主的吗 但我们仔细地声响一层呢 到底配不配得 怎么会是我们做主呢 如果神有一天挑战你 好像跟挑战若拿一样 去跟仇人传福音 你还不可以啊 如果有一天呢 神挑战你 去和像若拿一样 向仇人传福音 你还不可以呢 今天呢 我妈妈在当中 我妈妈要来和我们分享 神曾经给过这样的挑战 今天呢 我妈妈在当中呢 要来和大家做分享的神 我最爱的妈妈 挑战她 给她时间 将时间交给妈妈 大家好 我是迪更妈妈 感谢主 今天 让我能够站着 建政她的荣耀和真实 大家好 我是迪迦妈妈 感谢主让我今天呢 能有机会站在这里 见证她的荣耀和真实 在三十五年前 我丈夫和一位母小姐 有分爱情 结果 她决定要 跟她分开 在三十五年前呢 我的丈夫呢 和一位吴小姐 有婚外情 她决定呢 要离开我 当时我很伤心 很心痛 每晚都是睡不到 要吃安眠日才能够睡得到 当时我很伤心很难过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必须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 当时我是没有工作的 银行没有钱的 小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七岁 我真的好像没有怒涵 甚至我真的想自杀 当时我是没有在工作的 银行户口也没有钱 两个孩子又小 一个三岁一个七岁 我都觉得 好像没有路可以继续走了 在我最谷底的时候 我弟弟带我认识了神 在我最谷底的时候 我的弟弟带我认识了神 在每一晚睡觉的时候 我都是在那儿祷告 学习祷告 但很感恩 神就慢慢令到我 不需要吃安眠药来睡觉 每天晚上在睡觉前 我都会祷告 慢慢的神很好带领我走过 就可以慢慢的不用安眠药 也可以睡觉了 经过很短很短的时间 不知为什么 我是一个意志灰尘 和情绪很低落的境界 慢慢平复 甚至很渴慕神 经历了一个很短的时间 本来我意志很消沉 但是就慢慢的恢复 突然就变得好像 渴慕神 很想认识神 我疯狂地带着我两个小孩 周围问人 你是不是回教会的 不是回教会的 带我回教会吧 我带着两个孩子 四处的问人 是不是回教会的 我好想回教会啊 这样就开始了我教会的生活 就这样开始了我教会的生活 在有一次祷告里面 神和我说 你要宽恕你的丈夫 我很快地回应 很难啊 是理性和知识的 我知道啊 但我做不到出来 很苦啊 每晚我都在这 胡思乱想 很痛苦啊 其实理性和圣经的知识 我都知道 但是我做不到啊 每次想起来 我都觉得很痛苦 圣灵又跟我说 祷告两个字 圣灵跟我说呢 就祷告 从那天开始 我每天早上一早起床 神啊 我很渴慕祢啊 我很想认识祢啊 给我一个宽恕的心 我日子觉得很艰难啊 我的子女 跟她的关系 直接是分裂了啊 从那天开始 我每天早上起来呢 都祷告呢 求神呢 帮助让我更认识祂 而且可以给我一个 宽恕的心 不然我和孩子的关系呢 也都变得很分离 原来 神潜过了 我的痛苦的心 原来神呢 医治了我 原来神呢 医治了我的心 我的心 我的嘴上的灵 还有我沮丧的灵 那一天 我的儿子跟我说 妈妈你笑啊 有一天呢 我的儿子对我说 妈妈你笑了 原来我发现 很久的时间 我没有笑过了 原来我发现 很长的时间 我都没有笑过 我在家里面 只是会骂 还有会埋怨 什么都做不到 我在家中呢 原来只知道呢 发脾气 还有埋怨 日子就这样 一天一天过呢 有一天神又对我说话了 你要向你的丈夫 特别是她 现在新同居的女友 传福音 你要向你的丈夫 还有她现在 新同居的女友 传福音 当时其实我知道 他们两个的关系 已经很紧张了 其实当时我知道 他们两个的关系 已经很紧张了 但我又听到 哇 好难哦 但是我又听到 我心里面想 很难啊 很难过 我的心也都很难过 别人怎么看我哦 我的心里面也很难过 人家要怎么看我呢 感谢主 终于鼓着勇气 我知道神喜欢的事 我要做 感谢主呢 我终于鼓起勇气 我知道神想要我这么做 我终于带了他们回教会 还有真的 完了之后 还请他们喝茶 我呢 最后呢 带着他们一起回教会 完了之后 我还请他们一起 一起养活 感谢主 其实 讲个秘密给你听啊 完了之后 旧教会的老姊妹说 你是不是傻了啊 其实讲个秘密给大家知道 在完了之后呢 就叫妹妹姐会说 你是不是傻了 就是这样 我又一步一步 这样 几年之后 终于我丈夫 和那个同居的女友 散了 就这样子 一步一步 过了几年之后呢 有一天呢 我的丈夫呢 和他的女友呢 就 就 就分手了 分手了 他每晚呢 跟我呢 又喝酒啦 又跟我说啦 又想尋死啦 是不是 他又说 人又老 什么呀 人又老 钱又没有 女人又走老 今天他都在这里的 你可以问他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就喝酒呢 然后向我住宿这个苦闷呢 就跟我说呢 这个 很想尋死啊 这人老了 呃 又没有钱 然后女人又走了 但是神又跟我说 要再次邀请他回教会 但是神再次告诉我呢 跟我说要邀请他回教会 这个是唯一帮助他的出路 这是唯一帮助他的出路 那时我丈夫就开始 开始回到教会 开始教会的生活 当时我丈夫呢 就回到教会 开始了教会的生活 在这段期间 我看到我丈夫 真的改变 一百八十度改变 在这段期间 我看到我丈夫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她开始很寻求圣经 她开始很寻求圣经 跟我谈的又是真理 和我谈的是真理 又谈的是圣经 谈的是圣经 终于我藉着 当然过了几年 又这样过了几年 我藉着祷告和印证 我借着祷告和印证 这个离开我十八年的丈夫 我接受这个浪子 回到我们的家 这个离开了十八年的丈夫 我接受她浪子回头 回来家中 神在当中 用真理来教我 经营我们的关系 神在当中教我 用圣经的里面 来经营我们的关系 我以为神 让我考验 这个宽恕的功课 合格了 没有了 我以为神给我 宽恕的考验的工作 功课已经结束了 竟然不是 有一个晚上 居然在有一天晚上 我丈夫就叫我进去房 让我看YouTube里面 一个平台 福音的平台 我丈夫叫我到房间 给我看了一个YouTube上面 一个福音的平台 原来这个平台是 那个母小姐 是信了耶稣 原来在这个平台上 那个吴小姐信了耶稣 我的心就翻腾了 我的心里面开始翻腾了 蛤 她都有资格信耶稣 有这样的恩典 什么 她都有资格信耶稣 获得恩典 让我想起 几年前 她就在 晚上 下下 打电话来骚扰我 刺激我 挑逗我 她的居心何在 令到我真的 生不如死 就是让我想起过去的那些夜晚 她打电话来给我 不断地刺激我 骚扰我 挑动我 让我生不如死 好 好 但是我真的很不平衡 我真的有点生气 但是我心里面有些不平衡 我就有点气神 但是我再重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原来那个女子就是在医院里过了危险期 有人传了福音给她 她就在那儿认罪忏悔 后来我在重新看这条片子的时候 发现她是在里面 就是她也生病了 然后在医院里面 然后她也向神来做忏悔 我觉得她的日子都很难过 我发现她的日子也其实很难过 我的矛盾 我的心里面的那些矛盾 就慢慢地放下了 其实是神在我心里面做工作 其实是神在我心里面做工 神跟我说 神和我说 孩子我满有怜悯 满有恩典 还有公义的 孩子我满有怜悯 满有公义的 神已经给我答案了 神已经给了我答案 好感谢主 我时时站在论断的角色 感谢主 我站在这个论断的角色 其实直到今天 我都每天知取神的恩典 但是到了今天 直到今天 我每天都在知取神的恩典 我站在今天的台上 也都是祂的恩典 我今天能站在台上 也都是祂的恩典 回想神的恩典很多很多 回想神的恩典很多很多 神还回我的家庭 让我的丈夫回到我的身边 重生一个新的丈夫 神还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让我的丈夫回到我的身边 而且成为一个新的 他四五年前就 恩着圣经 来到他 戒了烟 戒了酒 他四年前 因为圣经就戒了烟 戒了酒 我和女儿的关系很矛盾的 都终于解决了 我和女儿的关系 本身很矛盾的 但终于解决了 我儿子自小不喜欢读书的 很反叛 甚至因为是单亲家庭 他放弃了自己 但是他又回来了 我儿子过去很不喜欢读书的 甚至于担心家庭之下 他很反叛的 那也回来了 和我媳妇一起 在教会服侍这些类似的青少年 和我的媳妇一起在教会服侍 类似的青少年 他四月大学毕业了 还有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等着他 他四月就要大学毕业了 而且有一份很好前途的工作 坐在等着他 神帮我选择好的女婿 阿智诚 好的媳妇 阿珊 神帮我拣选了一个很好的女婿 日诚 很棒的媳妇 阿珊 成为我子女的好的依靠 和好的帮助 成为我子女的很好的依靠和帮助 我不需要给她很多遗产了 我不需要留很多遗产给她们了 我老怀安慰 我很得安慰 我看到我两个孙女自小 都是教会长大 但是她们很特别爱神 我也都不担心了 我看到两个孙女自小在教会长大 非常爱神 我也都不用担心了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神为我安排教会 还有一样很特别的就是 神为我安排了教会 我都有喜有乐 我都有喜有乐 但是神藉着真理通过教会牧者和祖长 你都会鞭策我 神要透过教会 还有卢长来鞭策我 来教导我 让我成长 我还有什么东西 还可以埋怨呢 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我只能够感恩再感恩 我只能够感恩再感恩 愿将荣耀重赞权兵都归过给我们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愿将荣耀送赞 权兵都归给我们宝座上的羔羊 没有了 没有了 感谢主 谢谢主 谢谢你 很大的挑战是不是对我妈妈来说 很大的挑战对不对 对妈妈来说 我妈妈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是我和弟弟从小到大看见的 其实妈妈这样说呢 就是我和弟弟从小到大的过程 学习明白天父的心 学习明白天父的心 终于有时神给我们的挑战 好大爱不可爱的人 就是神呢 有时候给我们挑战呢 爱不可爱的人 大神的恩典 是一定让我们数数不尽 Amen 大神的恩典 一定让我们会有所得着的 Amen 我没有在这儿 我想挑战大家 在这里好不好 我想挑战大家 24、25号是我们的报道会 24、25号是我们的报道会 我们今年有一个突破 我们不要只是爱 爱我们爱的人 好吗 我们今天有一个突破 不要只是爱我们想爱的人 我们去邀请 邀请是你觉得 哎呀 真是最难受的 去邀请你觉得最难受的那个人 就好像我妈妈那样 可以邀请背叛她的丈夫 就好像我妈妈可以邀请背叛她的丈夫 邀请她的女友 邀请 邀请了她的女友 我们觉得很难 但是好像我妈妈那样 好过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觉得很难 但是好像我妈妈一样 祷告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好不好我们在说的时候 我不知道圣灵在感动哪一位是你的眼前呢 好不好我们在这边说的时候 不知道圣灵感动了你 心里面是哪一位呢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祈祷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一份的力量 我们求神来给我们这一份力量 站在生命树的里面 站在生命树的里面 明白天父的心 明白天父的心 自己不做判官啊 做甲子 自己不要做判官来做鸽子 其实越难搞的人他们越需要福音 其实越难搞的人他还越需要福音 他们真的是辛苦的 他们真的是辛苦的 求神给我们这一份力量 求神给我们这一份力量 好我们自己先来开声 我们将神给我们见到的那个人 我们现在来为他祷告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 自己来先来开声 将我们见到的那个人讲出来 主要你听我们每一个的吐告 主要你听我们每一位的祷告 主要爱不可爱的人 主要爱不可爱的人 站在生命树的里面 想他们得着生命 站在生命树里面 想他们得到生命 神啊你将你的心给我们 主要你将你的心给我们 主要你当年怎样是给我妈妈的 你今天同样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主要你当时怎么样给我妈妈的 今天也给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为着你的爱 为着你的爱 主要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判断 主要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判断 我们就将你的福音 好像甲子一样传出去 我们就将你的福音 好像鸽子一样传出去 主要给我们有勇气 主要你给我们勇气 24 25号这个报道会 24 25号这个报道会 主要我就激力传 主啊我就尽力传 就让你的福音去改变人的生命 就让你的福音来改变人命 神多谢你 神啊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以求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得胜名而求 阿们 感谢主 我觉得新约的弟兄姐妹是很乖的 我觉得新约的弟兄姐妹很乖的 不知道约拿是不是都是这么乖呢 不知道约拿是不是都这么乖呢 神很想约拿更加明白她 神很想约拿更加明白她 虽然约拿被丢入海里面 虽然约拿被丢到海里了 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来吞约拿 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约拿在鱼土里面三日三夜 约拿在鱼腹里当中三天三夜 在这三天三夜里面约拿终于知死了 在这三天三夜之中约拿终于觉悟了 他向神求救 他向神求救 屈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屈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结果神就吩咐鱼 鱼就将约拿吐出干地上 结果神就吩咐鱼 鱼就把约拿吐在干地上 在鱼腹出来的约拿 他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成为甲子呢 从鱼腹当中出来的约拿 是不是就能够成为鸽子呢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 没有不能回转的罪人 没有不能回转的罪人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一至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一至十节 我们一路读的时候 大家都开声读 我们一起读的时候 大家都要开声读 因为你开声读的时候 你帮我找答案 约拿是不是就成为了甲子 好吗 当我们一起读的时候 你就帮我找答案 约拿是不是真的成为鸽子呢 好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一起来读一二三 耶和华的话 二次临到约拿说 你起来 往你尼未带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 起来 往你尼未去 这你尼未是极大的城 有三日的路程 约拿进城 走了一日 宣告说 再等四十日 你尼未必经福了 你尼未认信福神 便宣告禁食 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这信息传到你尼未皇的义中 他就下了宝座 脱下朝服 披上麻布 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骗告你尼未通城说 黄和大臣有令 人不可尝甚么 生畜 牛羊不可吃草 也不可喝水 人与生畜都当披上麻布 人要切求告神 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或者神转意后悔 不发烈露 使我们不致灭亡 也未可知 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与他们了 在余福里面出来的约拿 在余福里面出来的约拿 神一模一样的吩咐 神一模一样的在吩咐我 约拿有不同的回应 对吧 这次 约拿这次有不一样的回应 对吧 她有没有走 她有没有走 没有 她变照耶和华的吩咐 去尼尼未了 没有 她就照耶和华的吩咐 去了宁尼围城 但是聪明的大兄姐妹 你看的时候 你觉得约拿 明白天父的心味 各位兄姐妹 你看的时候 你觉得约拿明白神的心意吗 你投个票 觉得她已经明白的举手来看看 觉得她明白了举手 大家都没有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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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是不是 不明白 不明白 很坚定的 不明白 我们从哪些看到 其实她还没明白 其实我们从哪里看到她 还没有明白呢 大家看一下第三节 我们看一下第三节 她只能走完 用三天才可以走完 但是约拿走了多少天 但是约拿走了多少天 一天而已 第四节里面她有话 她走了一天而已 她只有走了一天 她是什么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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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咯 是吧 神祢叫我去 就去咯 就去咯 求求其其 三分之一 我有做的 你又不能说我 对吗 她的态度就是随便做 随便把它完成 我有做了 是不是这样 不单止这样 我们看一下她所宣告的那段说话 我们就知道 其实她还没明白神的心 其实不单是这样 我们看她宣告的那句说话 就知道她不明白神的心 她在那里叫什么 走那一天 她在那边说什么 再等四十日 来来未庆福的了 再等四十日 您以为必庆父了 神是不是叫她说这句话 神是不是叫她说这句话 神没有啊 神叫她呼喊 神不是啊 神是叫她呼喊 神的心是叫人回转 神的心是叫人回转的 但是 若拿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啊 但约拿这个说话 是什么意思啊 死眼 等死啦 Alan说得对 等死啦 四十日 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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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啦 她有没有叫她们回转 她有没有叫她们回转 有没有叫她们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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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她会宣判这样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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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她想 没错是她想 约拿犯了第二个问题的错 约拿犯了第二个问题的错 她患了近视啊 她患了近视 为什么我会说约拿患了近视呢 为什么我会说约拿患了近视呢 因为在约拿的眼中 她只看到近视呢 尼尼未成人的犯罪 因为在约拿的眼中 她只看到近视眼前 尼尼未成的人的犯罪 犯罪就是死咯 犯罪不就要死咯 好简单是不是 是不是很简单 但可惜我们的天父不是近视的 但是我们的天父不是近视的 我们的天父是近视的 我们的天父是远视的 我们的天父是远视的 在天父的眼中 她不是见到尼尼未成这一刻的罪 在天父眼中 她不是见到尼尼未成的人这一刻的罪 而是见到尼尼未成之后的罪 不一样的生命 而是见到尼尼未成 他们悔改之后 不一样的生命 就是因为这个近视一个远视 尼尼不明白天父的心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近视一个远视 尼尼不明白天父的心 我们用耶稣 我们更加明白天父的心 我们用耶稣 就更加明白天父的心 耶稣都是远视的 耶稣都是远视的 所以当行淫视被拿的妇人 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行淫的妇人 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耶稣有没有定征在这个妇人 现在的罪 耶稣有没有定征在这个妇人 现在的罪 耶稣和这个妇人说 我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耶稣对妇人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他见到不犯罪的那个妇人 他看到的是不犯罪的那个妇人 当法利塞人在那里質疑耶稣 为什么你经常和罪人一起 当法利塞人质疑耶稣 你怎么常常和罪人在一起 耶稣和法利塞人说什么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才用得着 健康的人用不到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到 现在他犯罪有病 现在他犯罪了有病 但是他会好的嘛 是不是呀 撒哥会好的 是不是他会好的 格拉森的恶人会好的 那些恶人他们会好的 所以我们的神是院士 这个就是天父的心了 所以我们的神是院士的 这就是天父的心了 所以就算若拿好像很不明白的 神做给若拿看 就好像 若拿好像很不明白一样 但神做给若拿看 所以当若拿求求其其宣判 圣灵就做大事 所以当若拿随便宣判 圣灵就要做大事 在三章的五节里面 我们就见到 人民个个都起来禁食 在三章五节里面 我们就见到 人人都起来进食 他们就信神 他们就信神 其实我看到这里 我都觉得很感动的 其实我看到这里 我都觉得很感动 其实若拿都没有说过 什么神 其实若拿都没说过什么神 他们又知道是耶和华 他们又知道是耶和华 圣灵的工作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从小到大都穿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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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止人民啊 连王都是这样啊 不单只有人民 连王都是这样 王降低下来 王降低下来 你知道吗 那个王是打仗 整天赢的王来的 大家知道吗 这个王是常常打仗都贏 高高在上的 是高高在上的 但是他一听到 他就降低下来 在宝座上面走下来 穿麻衣 但是他一听到呢 就愿意降低下来 从宝座上面下来穿麻衣 坐在灰里面 真心实意的灰改 愿意真心实意的悔改 全国人民都要禁食 包括伸畜都要禁食 全国人民都要禁食 包括了这些伸畜都要禁食 然后呢 同神祈祷 我以前犯过的恶事 我全部都不做 然后和神祈祷 过去我重新犯的错 我都不做了 大家看到吗 利利美人 比以色列人更加敬虔 大家有没有见到 您以为人 比以色列人更加敬虔 哇 神看到这个状况 神开心得不得了 神看到这个情况 神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三章十节 神就说 他们已经离开恶痕 我去救 神就后悔 不降祸给他们 所以三章十节呢 神就说 见到他们离开恶道 神就后悔 不降罪给他们了 原来我们的神是很好的 原来我们的神是很好的 祂不是看我们犯罪的我 而是看好我们 将来一定好 祂不是看 在我们犯罪的时候的我 而是看将来 我们回转变好的我 只要我们愿意回转 我们认罪 神就说我一定赦免 只要我们愿意回转 愿意认罪 神就说祂一定赦免 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回转的时候 神就拯救 Amen 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回转的时候 神必拯救 Amen 灾祸就离开了 灾祸就会离开了 灾祸就会离开了 祝福就临到了 祝福就会临到了 祝福就会临到了 就好像我爸爸一样 就好像我爸爸一样 我妈妈刚刚呢 都把我爸爸摆了上桌 刚才呢 我妈妈都把爸爸摆上桌 是啊 我爸爸呢 年轻的时候犯错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犯错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犯错 我记得呢 是有一次呢 我们小组的报道会里面 他自己这样说的 我记得有一次 在小组步道会里面 他自己这么说了 我错 我错到离开了 我错了 错得非常离谱 我的错呢 应该让我注定孤独一生 我的错呢 其实应该让我孤独一生 但是神呢 好好 但是神好好 神原谅我 神原谅了我 太太原谅我 太太也原谅了我 太太也原谅了我 孩子原谅我 孩子愿意原谅我 他很满足啊 我很满足 那份被赦免的感觉 让他很满足啊 这份被赦免的 让他觉得很满足 从没有家的变成有家 从没有家变成有家 不单止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 神呢 一日一日改变他 神一天一天地改变他 从脾气暴躁的 现在越来越温顺 从脾气暴躁的 变成越来越温顺 我很记得呢 是我决定呢 去放下自己的工作 全时间读学房的时候 我记得我愿意放下自己工作 全时间读学房的时候 我爸爸是第一个跳出来支持我的 我爸爸是第一个跳出来支持我的 他跟我说 他对我说 女儿 神对我们家的恩怜太大了 神给我们家中的恩典真的太大了 他给我的东西太多了 他给了我们太多的东西了 我一生还不完 我一生都没有办法还给他 你去啊 我支持你 你去啊 我支持你 你帮爸爸还神的恩 你帮爸爸还神的恩典 你帮爸爸还神的恩典 结果呢 神不单止让我还 阿妹 也要还 阿妹 ап也要還 阿妹乐 阿妹 也要还 阿妹 阿妹 你有没有看到 啊 原来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好的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神真的就是这么好的 你有没有看到 只要我们回转 只要我们回转 祂是看好我们的 祂是看好我们的 世界看死我们的時候 神说我看好你 世界看坏我们 但是神说看好我们 神说世界挖咒我们的时候 神说我祝福祢 世界挖咒我们的时候 神说我祝福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 我现在很想呼召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我现在很想呼召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里面很困难 你有没有在你心里面觉得很困难 世界让你好苦 世界让你觉得很苦 很多人看不起你 很多人看不起你 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甚至于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世界好像用很多的咒诅压着你 世界好像有很多的咒诅压着你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天父说什么呢 但是今天我们的天父告诉我们 孩子我爱你 孩子我爱你 我看好你 我看好你 回来 回来吧 回来吧 我要再一次祝福你 我要再一次祝福你 你尼未带成金屋 去回转我都慈福 你尼未成这么样的作恶 他们回转我都赐福 在我眼中没有一个不能回转的罪人 在我眼中没有一个不能回转的罪人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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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 你还没接受耶稣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特别在线上的 跟我们直播的 一起的弟兄姊妹 特别是线上和看我们一起直播的弟兄姊妹 今天天父爸爸要跟你们每一个说 今天天父爸爸要对你们每一个说 孩子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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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一次祝福给你 我要再次赐福给你 有没有愿意 今天我们要接受耶稣的 可以轻轻举手 有没有愿意和我们接受耶稣的 轻轻举起手 回来神的家 在线上的朋友你有没有愿意的呢 在线上的朋友你有没有愿意的呢 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 爸爸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帮到他天父的家 回到天父的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爸爸 天父爸爸 多谢你 谢谢你 我承认我犯罪得罪你 我承认我犯罪得罪你 在这个罪里面 我好辛苦 在这个罪里面 神啊求祢赦免我的罪 神啊求祢赦免我的罪 帮我脱离这个咒诅 帮我脱离这个咒诅 让我可以重得祝福 让我可以重得祝福 主我愿意接受祢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主啊我愿意接受祢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你是我的天父爸爸 你就是我的天父爸爸 多谢你 谢谢你 听我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以求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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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城悔改很震撼 全城悔改很震撼 你猜在当中的若拿有什么感觉 你猜猜看当中的若拿有什么感觉 若拿是什么反应 若拿是什么反应 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 谁能明白谁能同工 谁能明白谁能同工 在四章里面这样写若拿的 第四章里面这样写 我想出来那幅图片 可能大家会有感觉 我想先看那个图片 四章一节那幅图片 四章一节有个图片 当见到全城悔改的时候 当见到全城悔改的时候 你看看若拿在旁边做什么 你看看若拿在旁边做什么 对啊圣经这样写的 若拿大大不愈扯神法路 圣经里面这样写的 若拿大大不愈且胜发怒 见到莉莉眉大复兴 若拿大大不愈扯神法路 见到尼尼围城大复兴 若拿大大不愈且胜发怒 不止这样啊 他还像小朋友那样发烂渣 他不是只是这样 好像小朋友一样在那里发脾气 我好像幻想是虐的 我本应是叫El Laza来虐的 给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哈 啊 若拿好虐的啊 他在那里发脾气啊 他在那里发脾气 他跟神讲神我就知道你的了 所以神说神我就知道是你了 我在以色列都知道你的东西了 我在以色列都知道你这样想的 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吗 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吗 啊 你说不降灾就不降灾 你说不降灾就不降灾 我就知道你会原谅他们 我就知道你会原谅他们 啊 我都走了老去他师的了 你又抓我回来 所以我就逃到他师去 你又把我抓回来 跟着他还说了一句什么呢 最后他就讲了一句 我死了他好过啦 那天父让我死了吧 啊 你让我死了他 看到他们悔改 让我死了吧 看到他们悔改 很难搞哦 很难搞哦 如果你是天父爸爸 看到这样的先知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天父爸爸 你看到这样的先知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的儿子在你面前这样搞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的儿子在你面前这样搞你 你怎么怎么样 激死了是不是 被鸡死了对吗 但是神呢 但是神呢 神有没有放弃若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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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没有 神好像爸爸那样继续教若娜 神好像爸爸一样这样教导他 但是没有你看到嘛 其实我们和若娜都不相伐种的而已 其实大家有没有见到我们和若娜都不相伐种 但我们要问神 为什么我这么难搞你都继续搞我呢 神这么难搞你都继续搞我呢 你不放弃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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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天父爸爸很想我们明白他 神创造人 照着他的样式做人 就希望我们带着神的样式去改变这个大地 神创造人呢 用他的样式来创造我们 就是希望我们带着他的样式来改变这个大地 所以神很想改变若娜 让若娜带着神的样式去改变这个大地 所以神很想改变若娜 让若娜带着神的样式去改变这个 你看到天父爸爸那份用心吗 你有没有看到天父爸爸这份用心吗 所以神呢好像爸爸一样来帮若娜 所以神就好像爸爸一样帮若娜 他知道若娜已经收起耳朵不听了 他知道若娜已经把耳朵关起来不听了 若娜已经发脾气去到城东的地方 在一旦电视地 我死了这样的 他看到若娜已经去到城东的地方 倒在那里发脾气说要死了 是呀 城东就是和神对抗的地方东边 城东就是和神对抗的地方在东边 已经这么对抗 已经关上耳朵 神怎样搞定若娜呢 已经把耳朵关起来了 躺在那里 神怎么对抗她呢 神用一棵匹马树来教若娜 神用一棵匹马树来教导若娜 是的 中东的地方是很热的 所以神就让一棵匹马树一日之间 哇 长到很高 成为若娜的遮挡 在中东的地方是天气非常的热的 所以神就用一日之间 长了一棵匹马树来帮她遮挡 怎样知道第二天就叫虫咬死它 谁知道呢 第二天就让虫把这个树咬死了 啊 匹马树就死了 这匹马树就死了 约娜又发烂炸了 约娜又发鼻气了 啊 我死了 她好过了 啊 不如让我死了 算了 啊 为什么这样的啊 哎呀 为什么这样的啊 哎呀 结果呢 神就跟她说 结果神就对她说 结果神就对她说 约娜 约娜 一棵匹马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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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生长 一日腐围 你都这么爱惜 一日生长出来 一天又枯萎 你都这么爱惜 更何况利利未成的人呢 更何况是利利未成的人 里利未成里面 有十二万人左右手都不会分 在约娜维成里面 有十二万人左右手都不会分 很多识经家就说 这个十二万左右手都不会分 是那些小朋友啊 你故意小朋友啦 很多人说呢 这十二万人 不会分左右手的是小朋友啊 你要联系小朋友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左右手都不会分到的 所以 对我来说 我左右手其实都不太会分 我都是在十二万的里面 所以我是在那十二万里面 所以我更加相信 其实神和约娜说 其实是无知的人 其实 我更加相信神对于 他们做错都不知道自己错的人 他们是做错都不知道自己错的人 还有这么多森畜 我怎么可以不爱惜呢 而且还有这么多森畜 我怎么可以不爱惜呢 神和约娜说 神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神这样对约娜说 神到底什么意思呢 神将约娜 站在约娜自己位置 只是站在以色列人位置的约娜 拔出来 所以神将约娜只站在以色列人位置的地方 把他拉出来 约娜站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我见到的利利未成 就是水啊恶啊 残暴不仁啊 他站在以色列人位置 就会见到尼尼威城人 就说他们是残暴的人 但是天父爸爸用这句话 把约娜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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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到下去 尼尼威城的当中 神呢 就将约娜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尼尼威城的人当中 他要让约娜 去感受尼尼威城的人 他要让约娜来感受尼尼威城的人 其实尼尼威城的人是什么人呢 其实尼尼威城的人是什么人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犯什么错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其实尼尼威城的人都同样 要 д 出去 Rights衹 不通往约娜 你看到我的国家 是呀 好像很殘暴 真正 但是在打仗呀 你看到我的國家好像很殘暴 但是呢 是不是在打仗呀 我打仗的國家 我可以安樂嗎 這樣愛打仗的國家我可以安樂嗎 我真的喜歡殺人嗎 我真的喜歡殺人嗎 梨梨未成的家庭應該都很多的狀況 因為南丁都打了仗 剩下的婦孺 沒有問題嗎 林林維成其實都有他的狀況 這南丁都出去打仗 原來梨梨未成充滿問題啊 其實林林維成都是問題 林林維成都很苦啊 其實林林維成都很痛苦啊 所以神就將若拿捧下來 林林維成 你自己看他們的苦 所以呢 神將若拿拉到林林維成 讓他自己看他 他們都身不由己啊 他們其實都身不由己 他們都需要福音啊 我相信林林維成的人都跟若拿說 若拿可不可以求你 將神的福音撥下給我們聽多些 讓我知道怎樣敬畏神 脫離這個惡 所以林林維成的人可能想像 若拿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有機會 更多的認識神 我會想破裂的人 其實那個是直接導致他們 婚姻破裂的人 我們站在若拿的角度就會覺得 這個母女很壞 我們站在若拿的角度就會覺得 這個舞女很壞 但是神讓我媽媽感受到什麼呢 但是神讓我媽媽感受到什麼呢 其實有誰想做舞女的 其實有誰想做舞女的 有誰想破壞人家家庭幸福的 有誰想破壞人家家庭幸福的 其實他裡面都很多的扭曲 其實他心裡面可能都有很多的扭曲的 如果他在年輕的時候就得著福音 如果在年輕的時候就能得著福音 從一個的扭曲走出來 從這個扭曲裡走出來 他會成為這麼多家庭的潰子手嗎 他會成為這麼多家庭的破壞者嗎 大家聽到我媽媽她說的 這個舞女最終是在病床上面的 大家有聽到我媽媽說嗎 這個舞女最終她是在病床上的 她一身病痛 她一身的病痛 如果她早點認識耶穌 有回轉的機會 如果她早點認識耶穌有回轉的機會 她要走到這一步嗎 她需要走到這一步嗎 所以神就是這樣跟若南說 對入他們 所以神就是這樣對若南說 要救他們 進入他們的裡面 進入他們的裡面 聽他們的聲音 聽聽他們的聲音 其實惡人都不想做惡人的 其實惡人都不一定想做惡人的 都不想做惡人真的 好人厭的都不想做惡人厭的 沒有出路啊 但沒有出路 若南你願意成為他們的出路嗎 若南你願意成為他們的出路嗎 成為甲子 進入他們的裡面 將他們帶出來嗎 成為鴿子進到他們裡面 將他們帶出來嗎 但是每一個就是天父爸爸的愛 各位弟兄姐妹 這就是天父爸爸的愛 想我們每一個都回轉 想要我們每一個都回轉 從判官變成甲子 從判官變成鴿子 從分別善惡樹變成生命樹 去搶救人 從分別善惡樹變成生命樹 來搶救人 跟神攜手 和神呢 攜手一起 攜手一起 是啊 去真是將人帶來我們的當中 將這些罪人帶到當中 今天神這一番說話 不只是跟惡娜說 今天神這些說話 不是只是對惡娜說 都是跟我們每一個說 其實都是對我們每一個說 今天我們的天父爸爸都問我們 你願意嗎 今天天父爸爸都問我們 你願意嗎 你願意進入罪人的境況 明白他們嗎 你願意進入罪人的境況 明白他們嗎 你願意給黎黎眉眉 一個翻身的機會嗎 你願意給妮妮為成的人 一個翻身的機會嗎 你願意將絕望的人救出來嗎 願意將絕望的人救出來嗎 不是跟可愛的人傳福音 不是只是和可愛的人傳福音 和需要的人傳 而是和需要的人傳 其實香港和莉莉眉省很像 其實香港和妮妮為成很相似 外表好像很強大 外表好像很強大 但我們真的知道 香港處處都是問題 但我們真的知道香港處處都是問題 香港的家庭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問題 香港人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人很多的問題 他們都很需要福音 他們都很需要福音 約拿書就停在這句話裡面 約拿書就停在這句話裡 聖經沒有寫約拿有什麼反應 聖經沒有寫約拿有什麼反應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句話同樣給我們每一個 因為這句話同樣給我們每一個 神讓我們回應 神讓我們來回應 神讓我們來回應 你願意嗎 你願意嗎 願意嗎 你願意嗎 如果你願意的好嗎 我們請弟兄姊妹 你願意的我們就起床 這種姐妹如果你願意的話 就請你起床 我們跟神講 我們來和聲說 神我願意啊 神啊我願意 我願意進入利利美城 我願意進入你 你願意 我願意進入香港每一個的家 我願意進入香港每一個的家 將你的愛帶出去 將你帶出去 可不可以我們用一首詩歌 成為我們的禱告 我們用一首詩歌 成為我們的立志 成為我們的立志 一分之愛 一分之愛 就可以玩夠里里美 就可以玩就你美 我們就願意 用一分之愛來玩夠香港 我們就用這一分來玩就香港 我們就用這一分來玩就香港 我願不完美 也並不特別 愛你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是程軟弱 有时会迷惑 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祢要我哪里走 我就跟你走 令我走到世界尽头 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清白 我们的祷告 让复兴从我们开始 撑出爱 带到人群中 主祢要我哪里走 我就跟你走 令我走到世界尽头 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清白 我们的祷告 让复兴从我们开始 撑出爱 带到人群中 多谢迪迦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迪迦分享 请姊妹 请坐 在迪迦分享里面 你看不见一幅的图画 在迪迦分享里面 你有没有看见一幅图画 其实以色利人与离里 briefly 人的分别在哪里 其实以色列人和你你为人 的分别在哪 以色列人站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 以色列人站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 自以为他们明白神 是神的子民 但他们所活出的是 磨翼顶撞骄傲的生命 李尼未呢 李尼未呢 看起来是不堪入目的 是神所离弃的 是神所离弃的 但当有一天他们接受了真理的时候 他们比以色列更可爱 他们比以色列更可爱 你有没有想象过李尼未那幅图画 你有没有想象过这幅图画 所有的人披上马布 不单止是这样 连他们的牲畜都披上马布 连他们的牲畜都披上马布 其实这幅图画是很垂直的 其实这幅图画是不是很特别 因为他们会走到一只牛那里 跟一只牛披上马布 说阿牛阿牛 你今天开始穿这件 所以他走到一头牛前面 所以他说阿牛阿牛 你今天开始穿这件 然后你在街上见到 利利美成的猫猫狗狗都穿着马布 你在迷迷围城 看到路上的猫猫狗狗都穿着马布 全城人慢慢走 全城的人慢慢地走 一边走一边认罪 一边走一边认罪 一边走一边痛哭 一边走一边痛哭 如果你是天上的神 如果你是天上的神 见到这一幅的景象 见到这一幅景象 岂能不动容 岂能够不动容呢 但他们原本看来是恶人 但是他们原来看的是末日 看起来像是恶人 看起来像是恶人 当他们回转 当他们回转 他们的生命变得很美丽 他们的生命变得很美丽 迪家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 其实迪家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 其实我很欣赏Uncle 其实我很欣赏Uncle 他很勇敢 他很勇敢 当他回转 当他回转 他没有遮掩他的过去 他没有遮掩他的过去 而是勇敢的为神作见证 而是勇敢的来为神作见证 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荣耀和能力 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荣耀 弟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神在这里挑战我们 今天神在这里挑战我们 能不能够为这些的人 给他们一个机会 能不能为这样的人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们的人生改变 让他人生改变 我们不要做那个审判别人的以色列或者约纳 我们不要做审判别人的以色列或约纳 我们要站在我们本来的位置 我们要站在我们原来的位置 其实你我都是利利美人 其实你我都是你你为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本来都不可爱 我们本来都不可爱 我们本来都是缥翼的 我们本来都是悲逆的 是因为神的恩典 是因为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被改变 所以我们被改变 但我们改变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都给人一个机会呢 但我们被改变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别人一个机会呢 我们要得着天父的眼光 我们要得着天父的眼光 去看改变之后的那个人 去看改变之后的那个人 所以神也都用这个来挑战我们的牧养 所以神也用这个来挑战我们的牧养 我们不是选择可爱的来牧养 我们不是选择可爱的来牧养 一开始神就叫我去服侍年轻人 我在牧养的服侍 神一开始就叫我服侍年轻人 我们那些年轻人是很特别的 我们那些年轻人很特别的 很多都是街童 很多都是街童 在街上执回来的 在街上捡回来的 来自破碎的家庭 来自破碎家庭 你跟他聊天 一言他就狗顶回来的 你跟他讲一句话 他就久居顶回来的 甚至我在台上讲到 他们就在台下睡着了 甚至我在台上讲到 他们就在台下睡觉了 睡到一个地步 就跌到地下砍穿个头 要送入医院 睡到一个地步 跌到地下 撞伤了头 要送到医院 我想我都是第一个传道人 讲到人家可以穿头流血的 我都是第一个讲到人 可以讲到人家头撞破了 都是土破血流了 土破血流了 这样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 但是一个一个的悔改 但一个一个的悔改 从前没有盼望 以前没有盼望 中学都打算不出业 中学都想 是避不了业 但现在一个一个大学毕业 但现在一个一个都大学毕业 我昨天去参观 出去参加一个婚礼 为他们证婚 昨天我去参加一个婚礼 为他们证婚 见到很多这些年轻人 见到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 都是认识17年 20年的孩子 都是认识了17 20年的孩子 我感觉很深 我感觉很深 因为见到他们结婚 因为看到他们结婚了 见到他们人生满有盼望 见到他们人生满有盼望 每个都有很好的工作 每个都有很好的工作 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一分力 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一分力 甚至有些今天成为了爸爸妈妈 抱着他们孩子来到我面前 甚至于今天有些成了爸爸妈妈 抱着他们孩子来到我面前 我更加的感动 我更加的感动 从前没有盼望的他们 从前没有盼望的他们 今天不单止自己有盼望 今天不单只有自己有盼望 他们还成为别人的组长 牧养他们下面的组员 他们还成为别人的组长 牧养下面的人 等于姊妹 这个就是天父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天父的心 这个就是天父要做的 这就是天父要做的 等于姊妹 这样才是教会 弟兄姐妹 这样才是教会 这样才是主的门徒 这样才是主的门徒 今天神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 今天神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邀请 可不可以站在天父的位置 可不可以站在天父的位置呢 将爱给我们身边的人 将爱给我们身边的人 特别是那些不可爱的人 特别是那些不可爱的人 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特别是我们公司 我们身边的同事 特别是我们公司 身边的同事 因为他们极需要神的爱 因为他们极需要神的爱 他们极需要经历悔改的恩典 他们极需要经历悔改的恩典 好不好我們再一次起立 好不好 我們再一次起 我們再唱這一首的詩歌 我們再一次唱這首詩歌 何主幫助我們勇敢的走出去 何主幫助我們勇敢的走出去 成為福音的使者 成為福音使者 將盼望帶給這個世界 將盼望帶給這個世界 我並不完美 也並不特別 而祢卻是為我奢侈生命的主 我是長軟弱 有時會迷惑 而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祢要我哪裡走 我就跟你走 令我走到世界盡頭 一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 儘快我們的禱告 讓福音從我們開始 將主愛帶到人群眾 我並不完美 也並不特別 而祢卻是為我奢侈生命的主 我是長軟弱 有時會迷惑 但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祢要往哪裏走 讓福音從我們開始 撐出愛 是救人全中 你準備讓我們一起閉上眼睛 一起來祷告 就準備讓我閉上眼睛起來祷告 天父我們求你將你的心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裡面 天父我求你將你的心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 聖靈求你這一刻來充滿我們每一個 聖靈求你這一刻來充滿我們每一位 開我們的眼睛 開我們的眼睛 讓我們看見人的需要 讓我們能看見人的需要 我們再不是憑自己的喜好 憑自己的公義來判斷 再不是憑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公義來判斷 主祢讓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 主啊祢讓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 看見人需要福音的景況 看見人需要福音的景況 主啊祢讓我們為利利味帶來盼望 主啊祢讓我們為利利味帶來盼望 起來宣講祢的真理 起來宣講祢的真理 以真理牧養羊群 以真理牧養羊群 好叫利利味世上的罪人能夠經歷神的恩典 好叫利利味世上的罪人能夠經歷神的恩典 主祢將這一份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主啊祢將這一份心放在我們心裡 將這個力量放在我們的裡面 將祢的力量放在我們裡面 幫助我們 好像祢幫助美菊姊妹一樣 幫助我們 好像祢幫助美菊姊妹一樣 以至到我們都能夠成為祢福音的甲子 以至我們都能成為祢福音的鴿子 平安的鴿子 平安的鴿子 將主的愛 將主的愛 將主的平安 將主的平安 散播給有需要的人 散播給有需要的人 求聖靈這樣來幫助我們 求聖靈這樣來幫助我們 恩高使用我們每一個 恩高使用每一個 聽我們的禱告 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Amen 感謝主 我們今週的崇拜就到這裡 願主祝福大家 感謝主 今天崇拜就到這裡 願主祝福大家 如果需要禱告的 大英姊妹可以來到台前 我們有禱告服侍隊 為你禱告 如果需要禱告的弟兄姊妹可以到台前 我們有禱告服侍隊 我們有禱告服侍隊 一天靈良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ial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croft 6 Women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請你將收據 E-mail到以下的電郵信箱 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認識耶穌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我們為你代討的話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歡迎用E-mail或者電話聯絡我們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You're welcome 重聲歡迎你 终身歡迎你 合身於這個國家 Vinizio Vinizio V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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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